遇事不得 吃上陈安博这块 骗了肉 谁请的 硬邦邦 给博爷备碗筷 对 上碗筷 博爷 吃 博爷想吃什么蘸料 爱吃不吃 蘸料 莫非这就是世子所言的火锅 没错 这是我爷爷他行军打仗的时候 激励三军的不二法门 好啊 吃火锅还可以激励三军 倒是头就会听说 这竟然 还有博爷不知道的 让郡主见笑了 不知可否介绍一下 这火锅的妙处 我爷爷呢 把鸳鸯锅改成九宫阁了 所以呢 有九种口味 麻辣的 清汤的 酸汤的 军菇 西红柿 腊排骨 猪手 猪肚鸡 西红特色锅 不知哪种口味 郡主最喜欢呢 麻辣的 跟西的 花朵 折嘴 博爷挺有眼光啊 这是石大人刚打来的炙鸡肉 特别好吃 这竟是炙鸡肉 实在是太过残忍了 再起还是不吃了 你不吃我吃 来来来 来 尝尝这个 这个肉好 来 这块 小石大人打的鹿肉 特别新鲜 这石 实在是有些残忍 还是狮子吃吧 山羊肉 吃块山羊肉 这走行了吧 对对对 石大人送的这山羊肉啊 堪称一绝 画画 博爷 尝尝这个 田鸡肉是家常食物 嗯 请随意吃 吃啊 娘 这石大人可真是细心哪 摄中的都是我爱吃的东西 在下疏忽了 方才想起 今日随车上去祈福 正值摘剑起 不知 可否有些素材 苗绵绵 素材 行 吃吧 够了吗 太够了 好 小兵 我 就 吃 你 我 你 嘛 我 你 婚事落定 奇怪 小姐 奇怪什么 你说 怎么还没过年呢 就遇到黄鼠狼了 可不是嘛 君主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呗 不是有句那个 那个那个 来而不往不合适 对 既然石小姐恭喜我了 那我也祝石小姐 早日啊 心想事成 吃上陈安博这块 天鹅肉 天鹅肉 君主网人胡闹也就罢了 我代价归中 君主怎可出此妄言 回我清语 原来那日在石府喝茶 石小姐并没有看中陈安博啊 没看上 没看上 那真是可惜了一个 可惜了 女才难冒 不过我看石小姐 这个脸色红润 也不需要胭脂 老板 那两个新货我要了 都要了 这 那是我看中的 那 这是看中了石小姐要的了 抱歉 抱歉啊 班郡主 你懂不懂得什么叫先来后到 你哪家的下人 怎么这么没规矩 无妨无妨 这说来也是奇怪 别人想买买不到的东西 就爱往咱们搬家跑 小姐说的可是陈安博 别烂手 别烂手 那近日既然 石小姐难得喜欢两盒胭脂 我就留给你了 毕竟啊 能让的东西不多 是吧 胭脂也不会拒绝你 说了多少次了 我陈安博府中人 遇事不得 哼 这是 我是来看花花的 净准来便是了 何必带这么多礼物 我喜欢花花 礼物也是给花花的 马行 来了 来了来了 快快快 快 花花呀 你说你这个主人呀 想什么都不说 真是苦了你了 你也这么觉得 镇主怎么连花花都不放我 我姐就是来找你的 姐你还装什么呢 看来 花花很喜欢菌主 一般来说呢 这是人是猫啊 都还挺喜欢我的 就是那种 缺心眼的 故作清冷的 一肚子坏水的家伙 才不喜欢我呢 程安博 你是那种啊 我 芬主为人知爽逍遥 柔某亦时十分欣赏 你喜欢还不喜欢呀 我听不明白了 郡主你也太直白了吧 来来来 大叶懂得欣赏之人 自然都会喜欢郡主 有嘴花生 总有一天把你的嘴巴撬开 多睡点 别又瘦又弱 干个书生似的 像书生不好吗 安静又懂事 不叫缓不打人 比那些性子烈又不听话的 小母猫总好多了吧 叫完怎么了 性子烈怎么了 难不成 要跟个闷葫芦 一肚子坏爽似的才好啊 书生也好 闷葫芦也罢 花花的心意 就算她不爽 郡主也该明白 不是吗 你不说我怎么懂啊 我又不是猫 猫又不是我